大家应该去问蔡英文 请问赖清德的路线是不是危险的 那蔡英文如果认为不是 我们就可以访问台湾的博瓜瓜事件了 蔡英文这一次去那个 菲尔法克斯论坛里面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讲到一个 他说啊 乌克兰比较危急啊 先救乌克兰啊 先救乌克兰啊 因为他 他有点经济学人的论调啦 他就讲说 不要太过于对台湾感到焦虑 因为对台湾感到焦虑会成为一个 我们还算安全 会成为一个 fulfilling prophecy啦 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啦 所以 我觉得他论调比较偏向这个 可是 如果细部 真的有在研究的 他就会问我刚才这题 你看这里写得多清楚 国安团队认为说 为了避免走到完全撕破脸 所以不同意 押注他的入台申请 那请问你押注的东西 你的继任者开放了 那是不是代表两岸关系 走向一个完全 比你那个时代更危险的时候的状况 那你就看蔡英文怎么回答 对不对 那蔡英文也 如果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关系不好 他也会讲说 他真的认为这一段有点危险 可是他可能也不会这样讲 那你就看他怎么帮他圆 可能稿子没有写到 这个就是一个民进党自己内部对于两岸关系里面的一个重大政策起见 看起来赖清德的路线是还在一个认局里的 那我们现在告诉民众的一件事是 如果你认为蔡英文时代已经很危险了 对不起 赖清德时代是蔡英文认真的更危险 对 其实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细旧的话 讲白了 国外团队都可以做专案报告了 真的 然后讲白了 勃呱呱这个事件 谁报了比较多 绿媒 绿媒超爱报勃呱呱 我想起奇怪到今天还在报勃呱呱呱 对啊 那为什么 到底图什么 所以你就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除了看热闹以外 我跟你讲 因为一般人在研究这些政策认局的时候 政策的光谱的时候 就是在看这些东西 对 你在哪里多近了一步 你在哪里少近了一步 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在看恶物的时候 大家也会看 普丁要干嘛之前他也会改什么 他的动物法案嘛 对 使用这个核武的这些的法律啊 这些问题 他都会先动 然后才有动作 因为依法嘛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问就是说 赖清德在这个两岸这个部分 多走了这一步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从此以后两岸的路线会往哪里走 那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 对我来讲 我就是觉得相对危险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认为 蔡英文时代已经很危险了 如果台湾民众都认为说 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两岸是处在一个相对危险的状况的时候 那你现在就借由不挖这件事情 告诉你 就是说赖清德又多往前了一步 搞不好赖清德想反向验证 你看 蔡英文时代觉得说 如果要不挖挖挖来 或者我觉得他在玩火 如果现在不挖挖来 你看没有危险 代表什么 两岸跟安全 这个就像什么你知道 这个就像拜登 就像拜登在对 拜登在对乌克兰的概念一样 过去大家不是一直在讲 就是说 拜登不愿意让乌克兰 使用所谓美国提供的飞丹 打俄罗斯本土 这件事情 是因为拜登怕战事升温更危险 结果川普一当选 拜登马上同意 就说你可以做了 那请问是不是某种程度 我们要让俄乌升温了 那这个概念 其实这两件事可以拿来互相比较 就是说 那蔡英文换成赖清德之后 赖清德就往前一步了 那这一步 会不会让我们更危险 看起来是 但是会不会危险到出事 不知道 但我们只能讲说 在这个chicken gun 在这个火车对撞 这个汽车对撞的概念里面 比谁是胆小鬼的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居然又再往前走了一步 所以两岸的风险又增加了 那如果蔡英文认为那是风险 那他怎么会允许赖清德走这一步呢 因为如果他认为说 民进党的政策是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多往前走了一步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大家要去分析的部分 这也就是 坦白讲 在去年的总统大选里面 我认为最该讨论的一件事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被讨论 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在讨论 后期都没有了 就是赖清德跟蔡英文到底猜在哪里 多了那些台独 跟多了那些 比较pushing的部分 会不会对我们造成比较危险的状况 去年只有讨论中华民国宪法是不是灾难 是啊 中华民国是不是灾难 所以就很可惜 没有讨论到务实的 比较务实该讲的东西 我认为 我会整一下洪廷哥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说 简单来讲 就是 第一个借这个机会来修理双城论坛 来考验你 对啊 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告诉对岸说 你看我连你的叛将都敢收 对啊 可是我觉得 大陆这边的回应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的回应很淡 也就是说目前大陆不想要升高态势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我还怕他升高 可是 对不对 一个拍子打不响 一个拍子打不响 但是如果你逼着对方跟你打拍子 那这下就想得特别大声 没有我觉得这一点 这点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 他现在在利用所谓川普上台的之前 控档 的这个控档 然后稍微做一些pushing 那China China不敢这么快反应的原因是 我如果先反应完 川普后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招 对 我后面的招我出不来 所以我会等川普上来之后 我再一起还给你 这样子 那前期就有可能去做一些 相对应的比较过激的反应 比如说 或者是假设他自己需要 抒发内部情绪 他可能又再做一次军演 他可能又是一堆飞机 这样飞过来这些 那这就是我们要承受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反问自己 就是说 在这段中间期里面 我们为什么要去试这个 试这个都有没有什么好处 就像 可能像我们这种比较爱好和平 我们就认为说 在这个中间期里面 你应该干嘛 你就把双城论坛办好 让双方有个缓和的空间 那可能就比较可以 这个局势就可以断下去了 可是你不止啊 你可能 你借由这个部分 然后你又再往前走了一步 而这一步是以前 蔡英文都不敢走的 那你 但你至少要跟台湾民众 讲一件事 为什么蔡英文不敢走 你敢走 那做这一步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还是回到一点 就是说 政治人物做很多事情 都要告诉民众说 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 我们干这件事 可以赚到什么 我们会失去什么 成本是什么 得到会是什么 那这个才是一个 负责任的态度啊 否则你就是偷偷的把什么 你就是偷偷拿大家的命去试嘛 对 就跟你讲 拼下啦 但是说它会成功啊 会过啦 会过 它会成功的逃脱 对 那这种状况才会危险 这种状况有一次 有哪一次突然买过啊 那就完了 对不对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西肤 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名密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